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2月2日,该冰狼队难挡强势亚仙奴 今个星期中英超继续加开快车,其中狼队主场和亚仙奴的对决,将在星期三凌晨展开,大家可以登入M直播,收看这场比赛的赛事直播和前瞻 狼队目前联赛遭遇几轮不赢球的低迷,看回亚仙奴就有七轮联赛不败反弹的势头,此消比场之下,枪手今次赢面当然大点 过去二季,狼队在英超赛场上扮演着硬骨头的角色,无数次令到Big Six在几队身上失分,最终都能以第七名收官 来到今季,虽然球队也曾击败过亚仙奴,车路士和迫和热池,但现在就排在即分榜第十四位,整体表现有失水准 归根究底,第十轮击败亚仙奴一翼系的转折点,因为阵中首席射手鲁尔尖美尼斯在那场比赛中颅骨骨折,他亦因伤到现在都仍是缺席 狼队在这段此期间进行的十一轮联赛紧胜一场,目前更是遭遇八轮不赢球的低迷当中 而在最近两轮都吃白果后,球队在打完二十一轮联赛只有二十一个入球,军场一个入球的进攻火力,只是比处于钢班区的三支球队和班尼好点点 至于防守方面,狼队过去十一轮联赛只有一场没有失球,而球队由进入二一世纪后英超赛场上和亚仙奴交手,更是没有一次能够保持清白之身 更何况现在包括庄尼卡斯图和艾特路尼在内有三名后卫,都有伤在身未能披挂 在攻防两边都出现伤患的情况下,狼队今次主场全失三分都不出奇 在阵容方面,还有中场沙尔斯因伤不可以出场 虽然上轮面对曼联赢不到球,但收获一场和局后,亚仙奴将联赛不败场次扩大到七场 目前排名以撒翻上职分榜上半区 进攻火力个复苏系枪手得以强势反弹的关键 在这波不败场次中球队平均一场能够攻入两个球 期间联手军下九个球的拿卡石迪和布卡约沙卡的功劳最大 可惜两人现在都有轻伤在身,今场未知会否出战 与此同时,前锋奥巴美洋因家庭原因无法出战 这样的情况,亚仙奴的进攻重任,张洛在攻击手尼古拉斯比比身上 这位球员前轮对阵收咸顿时有过破门 而他最近两个联赛的入球军来自客场 他今次的表现值得期待 当然,枪手反弹过程后防线功劳同样不可以看小 近七轮联赛只塞两个球 期间七个对手只有西部浪进攻的火力 比今次对手狼队要弱 相信亚仙奴再次上演凌峰难度不大 只要尼古拉斯比比把握好反击的机会 枪手拿完三分的机会就会大增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收听 并且最后派入联剧任 青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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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 Each很含蓄了电影